各位FG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FG TOP100部落格格主孟喜老師 水瓶座的朋友在下半年呢 會有很好的工作機會讓你實現夢想 但是你可能會擔心自己能力不夠做不來 所以不用擔憂了 因為這時候會有貴人來幫你一把 至於健康方面呢 會容易因為太過專注實現自己的夢想 而忘記了要休息 然後體力就因此而透支了 所以適當的休息還是很重要的 感情方面呢 單身的人最好不要太信賴自己的感覺喔 還是要多觀察一下對方的為人 以免判斷錯誤 至於有對象的人容易跟你的伴侶 因為一些小事情而引起爭吵 希望你退一步海闊天空 這時候棕色這個幸運色 就能夠讓你的內心踏實篤定 也能夠幫助控制情緒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凱老師 今天呢要教大家 利用棕色系表現出一個深邃 而且呢能夠讓心情平穩的一個眼妝喔 其實大地色彩的這個色調呢 通常呢都是給人家一種沉穩 而且穩定的感覺 所以呢表現這樣的彩妝 可以讓我們心情更平靜 那其實在眼妝的部分 利用像這樣的咖啡色系 描繪出一個輪廓感 我們利用棕棒 將大地色系的這種棕色 輕輕的漸層在眼尾這個靠近根部的地方 然後慢慢的往上暈開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立體的修飾效果 好除了上眼影之外 一樣的我們可以利用到這個咖啡色調 棕色調呢描繪在下眼影的地方 其實這個手法呢 跟一般在虛染眼妝的技巧 是非常類似的 那只是呢我們運用的顏色是非常實用 而且每個人呢都可以呢 輕鬆上手的這樣的一個色系 接著呢我們可以打上一點點 珠光的顏色 比較淺比較亮的色彩呢 在我們眼頭的地方 讓它跟這個金棕色呢 咖啡色系有一個對比 呈現出整個眼妝的立體感 這樣的動作呢 除了強調出立體感 也可以讓整個眼妝感覺更乾淨 接著我們用一樣的這個珠光色 打在下眼影的地方 眼頭到眼睛中間 這個區塊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為了要讓整個咖啡色的輪廓更分明更乾淨 我們一定要記得描繪上一點點 隱藏式的內眼線 我們可以利用眼線筆啦 或者是像我現在用這個眼線膠 利用這個眼線刷 輕輕地描繪在睫毛的根處 這個內眼線呢 黑色的內眼線呢 是畫咖啡色眼影的時候呢 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很多人畫咖啡色 感覺髒髒的 是不是因為少了這個黑的內眼線 這個眼線就會差很多 好 接著刷上睫毛膏 那一樣呢 要讓我們的咖啡棕的這個 漸層感更漂亮 一樣選擇的是 黑色的睫毛膏 好 仔細地刷上這個上下睫毛之後呢 這一款眼妝就完成了 其實善用大地色系的眼妝 可以表現出沉穩內斂 而且知性的感覺 讓你的心情更平靜喔 然後呢 自己看著 我覺得你也想要把你